他是大名鼎鼎的神医 在媒体的宣扬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他医术高超 与普通医生解决疑难杂症的方法不同 通过一手点穴神功 他治愈过无数的病人 据说 不管是什么可怕的绝症 只要经过他的手 都能够觉处逢生 那么这点穴神功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他从医多年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 本期八荒气文录 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 这位来自湖南 非比寻常的神医 李世平 李世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 而他开的诊所 就位于湖南省的西北地区 一个并不算富裕的小镇上 一栋简陋的小楼就是诊所的全貌 这个其貌不扬的小诊所 已经在这儿有着几十个年头了 在当地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神医的名号 每天去诊所里面就诊的人非常多 甚至连当地的媒体 都对他进行了争相报道 如果你不是本地人的话 出入此地 你一定看不出来 这栋小楼竟然是一家诊所 一旦上了楼 你就会发现 这里完全没有一点像样的医疗设备 别说专业的各种仪器了 就连病床都少之又少 走进一个角落里的房间 李世平就披着白色的薄大褂 坐在一张简易的办公桌后面 给各种老人看病 这栋小楼除了李世平这一个医者 剩下都是他的徒弟 大约有二十几个人 而李世平的点穴神功 就是李世平传授给徒弟们的独门秘诀 这所谓的点穴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其实传统的点穴 也是属于中医里面的一种方法 但是步入现代后 已经很少人使用了 李世平是如何对病人使用点穴的呢 只见李世平将双手放在了一个 前来看病的老人头上 时而左右摸索 时而上下按压 力气忽大忽小 不一会儿 老人紧紧皱着的眉头就松开了 吐出了一口闷气 等一切结束之后 老人连忙对着李世平说了好几声的谢谢 而李世平施展的正是所谓的点穴神功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 点穴似乎一直是一种用来比武的招式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点穴 还能治病 为什么在李世平的手下 点穴成为了一剂良药呢 相传 李世平的点穴神功 甚至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这又是真的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是大名鼎鼎的神医 与普通医生解决疑难杂症的方法不同 他凭借着点穴神功 治愈过无数的病人 甚至还能让病人起死回生 当地的媒体记者们 成功找到了李世平起死回生的案例 曾经有一位患有严重中风的老年患者 他几乎已经到了昏迷不醒的地步了 他的孩子将其送到医院之后 被医生告知已经是无药可救了 正当一家人都要开始准备后事的时候 有外人提议 让患者去找李世平神医看一看 说不定还有救 患者家属半信半疑地找到了李世平 虽然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 来到李世平的诊所 但是如果对方真的能够让老人起死回生 那么他们一定会尽全力报答这位神医 当家属坐下正准备和李世平交代 更多详细的病情时 李世平已经开始动起手来了 他似乎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老人哪里出了问题 他将老人抱到了床上 用手开始有规律地按压老人的背部 没一会儿昏迷不醒的老人 竟然逐渐清醒了 一家人大喜过望 对李世平赞叹有加 当家属们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更是对着镜头不断夸赞李世平的 点学神功果然名不虚传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不信邪的记者一方面觉得 李世平确实有两把刷子 另一方面又质疑所谓的点学神功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于是记者找到了专业的中医专家 他想要通过专家来为自己和观众解惑 专家告诉记者 所谓的学位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文化差异 传统的西医并没有考虑到学位 如果单纯地通过点学 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缓解病痛 并且达到治疗的效果 那么点学神功的原理是什么呢 专家以及李世平是怎么回答记者的 各种各样的学位 就像是人体这台机器的开关 只要我们熟练地掌握每一个学位的功能 还有按压的技巧 那么就能够通过学位来恢复人体的各种机能 换句话说 其实所谓的点学神功 更多的是起到一种活血化瘀的作用 其实很多类型的疾病 根本原因都是血液无法流通所造成的 特别是中老年人深受其害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医专家和李世平都懂得的道理 在李世平手底下能发挥出那么大的功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是大名鼎鼎的神医 在媒体的宣扬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他医术高超 解决疑难杂症的办法就是靠着一个点学神功 那么他的点学神功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诀窍 才能发挥出如此大的功效呢 当记者朋友在对李世平的诊所进行拍摄时 他们发现在李世平给徒弟们教学的时候 往往都是传授一些所谓的内功心法 难道这就是点学神功的诀窍所在吗 要知道 这几个字在民间几乎就是一种骗术 难道李世平其实是个骗子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专家告诉记者 所谓的内功心法其实是真的存在的 只不过它当然不是影视动漫里所描述的那么夸张 真正的内功心法可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必修课 简而言之就是去感受体内一种气的存在 对于常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种知识 而李世平之所以能够练成点学神功 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就是得益于小时候他对于书籍的研究 包括对内功心法 或者说是弃功的勤家练习 李世平甚至还向镜头亲自展示了所谓的铁布衫 一把锋利的刀底在自己的胸口 而任何一个人来击打刀背 都不会对李世平造成任何的损伤 这样一个惊人的画面真实的发生在了一个大叔身上 让围观者佩服不已 纷纷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李世平的诊所里 大部分前来问诊的都是老人 无论是急性中风的患者 突发脑溢血的患者 还是患有多年风湿病的患者 只要通过李世平的点学神功都能够重获新生 他的事迹曾经还吸引到了一些老外 他们想要花重金将这个奇特的功夫引入到国外去 但是李世平毅然决然的拒绝了 他是这么说的 自己是中国人 点学神功乃是中国人的财富 为什么要拿去帮助外国人呢 其实无论李世平的点学神功到底有没有传闻中的那么神奇 这都不妨碍他身为医者拥有的那一份仁爱之心 所以说只要能够救死扶伤 那么每个人都是神医 那么你相信这点学神功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